鄧文廷議員 我想謝國良先生 你對於民主的機制 很顯然你完全的不了解 你所主政的金融市政府 代表的是行政權 金融市議會代表的是立法權 行政立法本來就是互相監督 互相制衡 那有爭議的時候 交給司法權去解決 可是我們看到 你在昨天的直播裡面 你是直接謾罵 擁有立法權的金融市議會 尤其是民進黨黨團 這件事情還算小事 你不止一次的 沒有經過議長的召會 你跑到金融市議會來 跟著國民黨團再召開記者會 你踐踏的是民意的殿堂 這樣子對嗎 我請問你 總統可以沒有經過立法院院長的同意 或者打過照面 就直接跑到立法院的黨團裡面 去跟人家開記者會嗎 沒有人這樣做 之前沒有糾正你這樣的行為 結果你是變本加厲 直接開直播 謾罵 你有沒有一點點的民主素養 對於金融市議會的尊重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認為 今天你必須要 站在你行政權的立場上 對立法權金融市議會 甚至民進黨團公開道歉 否則你就是一個不適任的市長